variations 哎瑞瑞 你覺得我們到底有沒有來對地方啊 這個地方好像不是我們老百姓可以直接進去的 可是我們是跟導遊約在這裡沒錯啊 導遊 那導遊在哪啊 我看到了 你有看到嗎 哈囉 導遊你好 導遊好 導遊好 我們要怎麼稱呼你啊 大家都叫我 曹瑋哥好 你好 你自己講都不會害羞耶 我會害羞 可是說真的 曹瑋哥你真的眼睛蠻像梁朝偉的 真的嗎 其實真的蠻帥 只看眼睛就好了 沒有 那不是參賽 代表你眼神很漂亮 可是真的大家都叫你曹瑋哥嗎 沒有啦 其實叫我曹瑋就好了 曹瑋哥好 不然一直叫你曹瑋哥有點不好意思 曹瑋哥今天要帶我們來這邊幹嘛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區域呢 是台北市比較早開發的一個區域 叫中正區 那最早包含外特區 中正紀念堂 台北車站都在這個區域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今天的行程吧 好 那就麻煩小葉哥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個起點呢 就是在中正區我們孫立仁將軍官邸 那這個官邸呢 他是建於1907年 由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位建築師 叫做深山松之柱 那深山先生的作品呢 他其實在台灣是大家都非常熟悉 像總統府 鐵道部 這些都是他的作品 可是這裡不是孫立仁將軍的官邸嗎 為什麼又叫做陸軍司令部台北辦事處啊 那這個辦事處最主要是因為 他目前還是屬於國防部所擁有的 就是二樓還是屬於這個國家擁有 像旁邊這些房子 其實都還是有阿兵哥在這邊居住 原來如此 那小愛哥聽一講那麼多 可以帶我們進去參觀一下嗎 年輕人就是太衝動 我們很想進去看看這棟古蹟有多美 沒問題 然後我已經安排好這邊的執行長了 我們去找他吧 好 那就麻煩小葉哥 執行長你好 歡迎三位主持人 歡迎歡迎 執行長一進來呢 我就被這個醒目的壁爐給吸引了 這個是不是很有年代了呢 那一開始我們就跟各位介紹這個官邸 最具有歷史價值的一個主機設施 就是這個壁爐 這個壁爐在當時 我們知道這個官邸 在日記時期是很有名的 所謂和洋式的建築 那當時從歐洲引進和洋式建築 一個很重要的象徵就是壁爐 對不對 所以他們當時在台灣 日本把這和洋式建築 現代化的建築 帶進來台灣以後 你看包括總統府 包括重要的官邸設施 都會有壁爐的設置 其實它除了是本身實用價值以外 另外一個要告訴日本人 來統治台灣 要告訴台灣人民說 他要把台灣帶向現代化 他透過建築的方式去 表現出一個政策的目標 所以建築物本身具有非常非常多的 意象跟功能 那這個是其中之一 那我們從內部來看 當然現在因為已經不使用 所以我們把它封起來 那這個壁爐也非常有意義 就是說當時包括日本 最後幾任日本總書住在這邊 跟後來我們的陸軍總司令 在這邊 這個所在地是當時的唐化簽 他們在這邊進行非常多的軍事會議 與軍事交流 那有存在很多這樣的書面資料 如果說不以留存的話 當時壁爐因為有火的關係 就是最好的碎紙機 所以這個壁爐吃掉了非常多 有關台灣發展的重要秘密 那我要去挖 挖得到嗎 對對對 不過現在已經化為灰體了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第一次來這邊 我很好奇這個官邸 就是最一開始它的用途是做什麼 這個官邸是我們目前是我們 台北市的試定古蹟 所以它存在已經有 一百多年的歷史 所以這個 你剛剛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一百多年來 它的功能一直在轉變 它曾經最早是做為 日據時期水稻課課長的官社 那後來逐漸擴建 曾經做為文教設施 它曾經做為當時日本 日本日據時期 公務員考試的考場 在文教設施 那後來 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 那台灣成立軍司令部了以後 這裡就被正用為軍事設施 成為台灣軍 當時日據時期 台灣軍司令官的官邸 那一直到戰爭末期的時候 這裡也成為日本總督 駐台總督的住所 所以也有另外一個名稱叫 總督別館 那這個 這一段時間是日據時期 那太平洋戰爭二次戰爭爆結束以後 我們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以後 那這個地方就成為 陸軍總司令的官邸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以後 中央政府撤退來台灣以後 當然 當時的日本的總督就成為我們的總統府 那現在大家在討論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問題 當時在日據時期 中正紀念堂就是一個部隊 是一個三砲 跟衛序總統府的部隊 很接近對不對 離總督府很接近 那我們中央政府來台灣以後 是沿用日本人的規劃 那總督府成為總統府 中正紀念堂當時是成為陸軍總司令部 所以重要的部隊進駐在那裡 保護整個台北市跟總統府 所以這邊因為離中正紀念堂非常接近 所以這裡是陸軍總司令的官邸 萬一有事情 總司令可以馬上 三分鐘之間可以到達司令部 那當時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民國38年 由第一任陸軍總司令 是孫立仁將軍 所以孫將軍在這邊足足住了8年的時間 所以現在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民國93年把它列為 設定古蹟 古蹟 這個建築要有一個名稱嘛 例如說我們像北投博物館 溫泉博物館 等等會有一個名稱 那我們怎麼樣為他命名呢 當時很多學者在 經過這樣的調查開會討論以後 他確認他有兩個名稱 一個在日據時期剛剛介紹的 叫台灣軍司令官官邸 但更長一段時間 國民政府民國38年以後 他們發現是孫立仁將軍 在這邊居住最久 最具有代表性 所以這個地方 也叫做孫立仁將軍官邸 這個剛剛主持人問到說 這個問題 所以要回答起來 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就說因為他一百多年嘛 對對對 那這個 這個當然是當中一百多年發生 在這邊發生過非常非常多 有關台灣發展的一些重要的事件 都在這邊發生了 執行長 那你現在帶我們來的位子 就是孫立仁將軍官邸的花園了對不對 是的 是的 沒錯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有大概十幾棵的椰子樹 長得亭亭玉立對不對 這個椰子樹叫做 亞歷三大椰子 那可以看到樹 一圈代表一年 所以椰子樹算起來都有七十幾人的歷史 一二三 數不完耶 那根本也看到這一棵 這棵在路中間的 那如果你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像不像一個長官 在面對集合的士兵 很像耶 然後每一棵椰子樹站得平平的 是相傳啦 相傳的 是孫將軍住在這裡的時候 孫將軍種了 那他為什麼種這個椰子樹 因為孫將軍當時帶著學生兵 抗戰時期有一句很有名的口號 叫十萬青年十萬軍 因為當時日軍跟美軍在緬甸被 英軍跟美軍在緬甸被日軍包圍 那跟蔣先生求救 可是蔣先生就自己在跟日本打仗 哪有兵救他 所以當時就號召青年叢軍 叫十萬青年十萬軍 那青年叢軍了以後 經過孫將軍的簡單的訓練以後 帶他們到明天去緬甸 那當然打了勝仗 那當時孫將軍自己親位的部隊 有大概十幾二十位的年輕的軍官 在那個戰爭犧牲 那孫將軍到台灣了以後 又想念他們 他覺得說 如果他們還活著 一定可以長得像這個椰子樹一樣 蜻蜜蜜蜜 所以他把種下的這個椰子樹 那現在已經七十幾年了 我想也是代表孫將軍他 他一個帶兵的理念 那所以你看到目前為止 包括孫將軍帶過的新一軍 甚至我們當時打823炮仗的33師 都是孫將軍在鳳山訓練的 那講到孫將軍 大家都對他都是非常的感念 我想他是一個非常令人敬佩的將軍 這個也是他當時住在這裡以後 流傳下來的一個這樣的故事 訪客到這裡來的時候 我們每每每跟他介紹這一段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感動 對 難怪我聽說孫將軍他在離開之後 好像現場有來了三千多人 沒錯 因為特別是當時他因為受到高層的這個 這個拘壓 很多他的相關的史料都已經複製缺乳 那當時討論到孫將軍也是一個禁忌 所以在當時那樣的時空背景下 還有那麼多人願意有勇氣走出來 陪他走最後一段 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我跟你講他是一個 現在來講 對我們當時那一段抗戰內容 是一個非常有貢獻的人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對他的一個感念 是 那執行角這個有一個水池 它是有什麼用途嗎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水池非常漂亮 這個其實建築的方式 我在修繕的時候 這個是採用當時大正時期 日本平原最喜歡的一個建築的就是 各位看到石橋 中間有石橋對不對 旁邊有大量的石頭做鋪 做鋪岩對不對 然後它是一個心形 我們心臟的心 心形的樣子 對不對 真的耶 它是一個心形池 大正時期 日本庭園最喜歡的一個建築格式 那因為這裡是 當時日本總督曾經住在這裡 所以它的格局 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庭園的規劃 所以在修建的時候 就採用了這樣的一個規劃方式來做 那其實大正時期的這個庭園格式 也是取 大家知道日本在大化格式的時候 大量堂化嘛 就是中國化 那他們把中國傳統的這個三方式政 叫做 比如說左青龍 右白虎 南豬雀 北 鮮虎的概念帶進 可以看到左邊 就是用那樣的噴水石代表龍 龍蟲 龍蟲雲 風蟲蟲 那這個是龍 那這邊有個白色的木板 石板路就是虎 對不對 左青龍 右白虎 那從這邊看的話 後面是不是上了 講了幾顆虎蟲 是朱雀的尾巴 哦 都有含意的耶 它其實是設計上 是整個以這樣的概念 讓它整個庭園可以 有一個像那個 一個類似風水的概念 那另外一面在實用價值 這個是屬於風水學的部分 範疇 那在實用價值站 各位知道過去因為 消防設置沒有那麼完備 也沒有現在的這個 噴霧滅火器 也沒有水龍頭 那萬一大型的建築 木造建築發生火災怎麼辦 去哪裡取水 所以以前你會注意到 大型的建築關底 都會有一個蓄水區 沒錯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 整個設計的是 水池是屬於比較低洼的部分 那下大雨的時候 這邊是一個蓄水的工 萬一發生這個火災 消防需求的時候 它會提供必要的水源 那同時 同時在夏天的時候 它也有降溫的效果 特別是降溫 它如果 永遠需要 需要這個用水 這個灌溉發揮的時候 它也會提供一定的水源在這裡 所以 不管從風水學 或者是說 從它使用的價值上 它都有一個存在的一個必要 哇 市長怎麼對我們那麼好 我們來這邊參觀 還帶我們來吃大菜 對啊 是啊 我們說有同志遠方來 我們一定要把最好的 好聊來傳出來 對不對 所以今天跟各位介紹 就是我們最最知名 將軍管理最知名 我們的夏祖師 其實是 夏祖師好 你好 叫做三軍總司令總會特產 對 祖師在這裡已經服務多少年了 43年 天啊 這時候一定超厲害的 嗯 那祖師 你在這邊服務那麼久 有沒有什麼 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就是當初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私底下有 豪博生宴行 有人來台灣私下訪問 哦 也帶了這邊用餐 哦 所以就是祖師的手藝 連世界各國的長官們也都知道 很厲害 是啊 嗯 這個其實這一套 我們這一套宴行叫做三軍總會 就是剛剛我們夏祖師介紹 我們把歷任總司 總司令喜歡在這邊用這樣的私房菜 特別請夏叔叔 重新在開發 調整口味以後 集合成一道宴行 那每一道都是歷任總司令 特別喜歡的菜 首先我們來請夏師傅來跟我們介紹這一套 這個名稱叫做霸王別姬 那這套湯也是需要非常非常純熟的火候 才能夠製作得出來 我們請夏師傅來跟他介紹一下 這套霸王別姬 好 這套湯也是因為長官他們 跟天氣人所喜歡吃熱湯 那我們就是準備這種霸王別姬 土雞加那個甲魚 甲魚其實所謂的鱉 對一起 裡頭有鱉 對 然後就是那個牙白心 還有干貝我們一起燉豬 對 謝謝 建議兩位主持人 帥哥主持人 起來先喝喝這個湯 天美囉 對 他想到要吃鱉有點緊張 還沒吃過鱉 我也沒吃過耶 那我們邊吃邊聊 好 大家可以先喝喝這個湯 好 來各位先喝喝看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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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謝謝 這是我們的鹿連廳的招牌 水煮牛 鋼杯水煮牛 這一個嗎 對 它的杯子好特別 對 特別電製的 上面那個是軍灰嗎 那是鹿軍的 鹿軍的軍灰 為什麼會特別想要這樣子設計 是的 這是當時 因為這裡曾經是鹿軍 我們叫鹿軍連營廳 燒在鹿軍長官的地方 那大家當過兵的人都知道 當兵的人一個鋼杯 會多用途使用 他也是用餐的時候 有非常重要的器材 那我們 把水煮牛放在鋼杯裡面 特別是讓他感受一下 當兵的時候的 回味一下當兵的時候的感覺 用鋼杯吃動 進食吃東西的感覺 哇很有特色 對 竟然還有鋼杯 很厲害 是 鋼杯好好吃喔 好Q彈 非常新鮮 好Q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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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心贴心天天黏在一起 Can I be your baby 一起漫步夕阳的美景 天窗为天的香槟 幸运的无法言语 So sweet 想当你一辈子的闺蜜 手牵手去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